克鲁曼认为 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 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但中国今年失业率太高 经济情况会比日本更糟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保罗·克鲁曼 Paul Kirkman 在他的纽约时报专栏里指出 中国很可能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他未来的可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因为中国的情况会更糟 克鲁曼纽约时报的专栏中指出 上世纪90年代 各种管理学理论与书籍 都在谈日本式管理的秘密 许多美国人都与日本的崛起非常着迷 而几乎就同一时刻 日本的崛起转变为经济实力持续衰退 如今对全球竞争的担忧焦点 已经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 克鲁曼指出 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 若按购买力调整 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 但中国最近似乎步履蹒跚 许多人一直在问中国未来的道路 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他答道 可能不会 中国的情况会更糟 克鲁曼说 日本发生的情况 根本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灾难 虽然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裂 导致经济停滞 但人口才是日本衰落最重要的因素 虽然如此 日本的表现还不算太差 如果考虑人口因素 日本1994年以后出现显著增长 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45% 更重要的是 日本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失业 或其他形式的大规模苦难 在青年就业问题上 克鲁曼指出 上世纪90年代 日本的青年失业率15至24岁 确实有所上升 但这一上升趋势 后来得到了扭转 青年就业在一定程度上 是通过巨额赤字支出来维持的 这使得日本的债务急剧上升 但是日本青年就业指标 仍一直高于美国 因此 数十年来 人们一直预测日本将爆发债务危机 但预测并未成为现实 实际上 日本的经济表现还相当不错 这在如何保持繁荣和社会稳定的同时 处理困难的人口结构 日本的做法可以当作榜样 还有其他学者认为 日本社会有更强的活力 更有文化创造力 这也是重要因素 至于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日本 克鲁迈认为 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 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 例如中国经济极不平衡 消费需求过低 房地产泡沫严重 劳动人口减少 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的是 中国经济在技术领域上的地位 仍落后于全球前沿 克鲁迈说 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是许多新兴经济体的供 困扰 中国走向经济放缓的过程中 能否复制日本的社会凝聚力 并在不造成大规模痛苦 或社会不稳定的情况下 管理低度增长 这在一个不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下 很难做到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 已经比日本高得多 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 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 情况可能会更糟